38年開始做 做到現在 對 傳統好吃而且燒個大碗 已經可以帶路了 我可以帶路 我也可以寫書了 翻看好龍兵的美食地圖 建構原則很簡單 先跟著人排 累積了四五十家口袋名單 就數這一位最讓他銷魂 台北的比較軟 它這個很Q彈 很Q彈 所以我到這第一次吃 我就覺得風味很不一樣 酒煮不爛的米苔木 是這一家70年老店的招牌 已經經營到第三代 不變得是老基隆熟悉的在地口味 配點嘴邊肉 和這基隆人稱吉菇拉的竹輪 喊阿靠的小確信 不過如此 還沒走進巷口 就能聽到規則剁肉聲 俐落將豬腳去骨 切成好入口大小 30年老經年的林老闆 每天凌晨2點起床 就為了煮出這一鍋 肥而不膩 湯頭濃郁的原汁豬腳 為了吃到它 豪龍斌還得三顧茅廬 有發現 有發現他進來 有發現我沒有時間 人那麼多 人都排隊 我還要跟昨天一樣的 蘿蔔飯 我今天要加個豬腳 熟門熟路 點到連老闆娘 都知道她的專屬組合 菜適應一個星期 一定要吃一次的滷肉飯 配菜還有一定攻勢 損失可以幫助消化 高麗餐因為有時候在外面跑 有時候綠色蔬菜 比較少吃到一點 所以我們常常最喜歡吃 豬腳是這樣子 豬腳不大健康 但是我突然吃豬腳 瑋瀉 辛苦了 吃了 不好意思 我請下去 耐心翻轉油亮香腸 老闆笑說自己從帥哥 賣到變阿伯 25年的香腸攤搬了又搬 蔡適應也跟著追了又追 基隆美食聞名 除了觀光客打卡的廟口 更有許多內行人才知道的 高CP值台灣小吃 而這些才是在地方 打拚的立委候選人 打選戰之餘充電的秘密武器